几千岁的龙来到了人类世界,竟然要从小学开始读起,甚至还用卖萌的方式去骗人类小孩子的糖。 最近几天,康纳一直盯着街上放学的孩子,莫不是肚子饿了,想吃个人类幼崽打打牙剂,当然不是。 康纳只是对人类的学校很好奇,想去学校里看看。 康纳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小林,宠娃狂摸小林,那当然是选择满足了,当即就带着她去要买上学用的东西。 小林先生带着康纳来到一个破旧的文具店,康纳的情绪肉眼可见,就滴了下去,康纳说她想要的是可爱的文具。 小林又带着她们去了一个新开的文具店,这里的文具果然很可爱,康纳和托尔进了这里,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看什么都是新奇的。 托尔还把印章当成了刻印记的工具,大屏广众之下,脱了衣服就让小林在背上给她留下印记,这么美的背,不闻个惊动报国都可惜了。 买完文具,小林又带着康纳去买书包,懂事的康纳,选了一个最便宜的,为了给小林省钱,还把自己特别想要的一个挂件放了回去,才几千岁的孩子啊,就这么懂事了。 小林留下了老母亲的泪水,小林当然也注意到了她的举动,于是小林偷偷买来,在康纳上学的第一天,当作入学礼送给了她,这真是太宠了吧。 个谁谁不想去小林家蹭词蹭河呀,有了新书包的康纳非常高兴,当天晚上就背上了小书包给小林看,就连睡觉都背着她的小书包。 第二天,终于到了康纳期待的上学日子,康纳可爱的小外表,萌化了一片小朋友的心。 康纳不仅长得可爱,脑子也聪明,体育课上表现也很好,同学们都很喜欢她,当然也有嫉妒她的小朋友,因为康纳太遥远了。 一个叫李子的女生,叫和她决斗,话还没说完,康纳小脸一皱,叫哭出来了,还说只是想和每一个人做朋友,这国战术叫做假哭。 几千岁的龙,在几岁的人类孩子面前假哭,康纳那也是不害臊,最后还要李子哄她,还骗到了李子的一颗糖,两人也借此成了好朋友,一起上下学的那种,这些放学。 李子说要带着康纳去一个好地方,就带着她来到一个宽阔而人少的公园。 此时的公园里,正好有高年级的同学在玩躲避球,球飞过来,差点砸到两人身上,李子很是气愤,嘲讽技能直接拉满,对着那些高年级的人就是一顿舒服。 最后还约定好了,第二天在这里用躲避球比赛,输的人不能再出现公园里,怼人一时爽啊,怼完之后,李子才知道害怕。 无奈,康纳只好带着她去找托尔他们,托尔一听康纳被人欺负了,那叫一个气啊,我们高贵的龙族岂能是凡人能无路的。 第二天,她就带上法夫纳和科尔亚去了公园,不得不说,这些小伙子们,路走仔了呀,你面对的可是一群龙啊,能跳起来八米多,把你们扇到地里的那种。 毫无悬念的,这场比赛就是龙对人类的蹂躏,那一天,人类想起了被龙族蹂躏的痛苦,打完以后,这些龙都觉得毫无游戏体验,这时,他们有了新的想法,那就是来一场龙族之间的对决。 BGM一换,公园对时变成了战场。 好好的球赛,硬生生被他们打成了世界大战,最后整个公园都变得瞒目疮痍, 还好他们可以用魔法把公园恢复如初,还可以把目击者的记忆清除,不然明天的头条,大概就是他们了吧。 从此以后,这些龙就迷上了躲避球,定期就会来公园里玩,不过都以小林为标准,看着这些龙,一个个装出老弱冰残的样子, 小林觉得伤害性不大,侮辱性极强,这些龙,果然是来打乱他平静的生活的呀。